你知不知道不同价位的镯子起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那咱们今天就给姐姐们看看 小铅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大铅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咱们小腕起出来之后又是什么效果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条 能看到底子相对来讲还不错 但这里有一点棉团 还有一些黑乌鸡点 这个是大铅的一个了 能看到除了有钱绿底色之外 上边还飘着一点芙蓉色 和相应的一个一点点胶感 上面还带点黄匪 看它能不能爆 最后这个是一个小腕的胶条了 有一个清清浅浅的一个底色 并且已经起胶了 这里有点裂 咱们倒点会把它倒掉 里边有带一点点小飘花 起完后之后应该也就看不到了 不同价位的到底能起到什么样子 去工厂 底色是一样 这跟准就差很多 这个前面说的不一样的 这有问题 说实话像这一种小型胶味 它也不错了 因为它准的话 还是够老的 和这种 在里面带一点年龄山山的雕花 一点转水料很明显 这个有特殊影 这个呢 就感觉没那么清晰 这种就底子要重一点 带一点杀金 这个是接近万斗 起后它有一定的胶感 相比较这一条而言 转水道又要透一点 其实看胚的话 可能三条差不多 不管是在行家眼里面 还是在各位老铁眼里面 起后之后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师傅还有QC 反复地检查完之后 认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小裂的一些成分 作为商家 还是诚信第一位的 咱们就起了一条出来 它是一个飘桂花的 这么一个镯子 整体的胶质感 是已经出了 这一条呢 是咱们如此解决定的 9800的一个价位 整个的条形什么 做的都是比较丰满的 这块呢 它有一种 欲买桂花 铜载酒 中不似少年游的故事感 还有郁郁葱葱的一些 飘兰花 而且这个桂花色 是很正的 这边还有一点点 冰羊的一个感觉 整体来讲 这一段 真的仿佛 咱们回到了一个 烟雨江南 有晴朗 还有美切 这边的话 各的一个细腻度 已经出来了 纹肯定是有的 对脆都有了 你喜欢这种故事感 有情意的一个手桌吗